老板看我这一个月的收获 到底能挣多少钱 一个月 没那么多音乐 都凭这一辈鼠周田亚 这鼠上确实挺圈 不过看您这音乐 我总感觉着哪里不得劲 怎么可能不得劲 手机车 我这这些音乐 我买的时候 我一抹一上手 那松干那都不一样 都感觉是整的 你玩儿音乐玩儿哪长时间 那鼠上鞋没鞋 这音乐的重量 不是26克多吗 对不对 我有手一领 我感觉它再有20多克 我学生没有埋秤 但是我领出来了 酷瓶起家二分 26克 26克多 酷瓶已凉 酷瓶已凉 30多克吧 30多克 多多东 你这疏度病毒 肯定是植物不厌 烟雾无不尽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音乐上面的 酷瓶起家二分 酷瓶已凉 就给你所量 这个国区啊 这个音乐 它是印本位 音乐上面写的酷瓶已凉 表准重量是 37.3 看我都没说错了 酷瓶起家二分 表准重量是26.8 因为国区的这个 招臂啊 它那个机器 实话是说 不是那么紧密 当然重量呢 都会有所差别 一般都 音乐都在26.5 到27克之间 都是正常的 按照这个重量 对比的方法 我只需要你 以干秤啊 就能看出来 你这音乐 真真家家 真真家家 先秤 先秤一下啊 这个酷瓶已凉了 多少 三十七点三十八 三十七 二十三克 二十三克 这说明 你这手肝不行了 咱再来看一下 酷瓶七千二分的 十八点六克 这咋做这是 这其他都不用成了吧 那你咋的呢 这个重量够 这个重量够吧 那这个是对的 这个重量也够 这不能 凭借重量 敢上我没说吗 这个重量啊 它只是一个 简单的产口 明白吧 这个看完重量 咱再看保浆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音子啊 其实它是 最容易央化变色 对吧 对啊 国际的音乐 是流通活币 那边在 普通的环境 普通的刃 过手之下 会产生 普通的洋化症 再假如放了 那么些念 对吧 保浆是最容易 区分 整家音乐的特征 而你的这个音乐 材质根本就不是音乐 这保浆啊 难免看上去 都是一眼下 你啥意思 你我这买了 都是假的 我的意思是 你这些音乐的音子 全部都不是音乐 我靠这儿 画家支付了 你说 既然都是假的 你啥意思 你就说说 你就说说 你躲先一块 买了吧 两百一块 二百一块 好 在锁完这个 锁完它的材质 再看你这些音乐 你看有分多 你看这都是菌发币 菌发币 这是施柱币 这是大秦宣传里边的施柱 这是端许龙 这都是属于施柱币 这都是菌发币 施柱币 你算了 这是光农爽龙 瘦子币 这都是 很烧贱的币 宝国 那啥呢 我调 肯定在调烧贱的 我都靠到 发家支付了 你靠到发家支付 再看你这些做工啊 你看做工 说实话太出手了 你这 我感觉你这二百块钱一块 十块银院 两千块钱 大水瓢了 老板 我看来了 你只只 七一 不只七二 你所说 你所说 四柱币 菌发币 真的是烧贱的 都得给扑洞的音乐 得有区别 你连上来都隔这 用紧张建造的音乐 来逼他们 你一看你都是不懂 搬吊子 来给我 别生气 别生气 我可能只是发表我来管天 具体这个 具体你这个行李扎乡了 我不知道 我想送你一句话 就是 坚肉不易 千万别做果报王 我做果报王 我懂 你啥都不懂 我走了